我们续谈云门公案第22 好 我们往下 问百步穿阳请诗子弟 诗云答这话去语 上周我们谈到这个公案 我们今天再补充一下内容 这个就是有个门生 这个跟游门大师请译 但是这个结论就是 游门大师说 可以回答你问题的人 不在现场 去语不见了 没有这个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百步穿阳 我们上次也都解释他的历史典故 基本上就是这个门生 看起来对自己很有自信心 他认为他判断事情很精准 所以请诗子弟 可以老师你来考验我一下 或者是老师你可以指点一下等等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公案就是这么短 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并不多 可是我们仔细研究 可以发现 这个在道场 或者是我们在职场生活中 总有一些人 总有一些人对自己非常地自信 甚至于达到自负的一个程度 他这个可能不只是跟游门大师 切磋佛法 还不只是佛法 我们来谈经论道很好 这个人可能是整个云门山大爵士 大小事 他通通要自贫 我们说可能从开三门 知客生 乃至于到挑水 打财 耕种 厨房 浴室 乃至于到疗房 到大殿 甚至于 用人 用人的政策 乃至于财务的运用 可能这位 这位大和尚 他都有意见 而且还认为他自己是摆布穿扬 所有的看法都很准确 其实这样的人 相处起来真的颇有压力的 真的颇有压力 职场上其实也很多这种人 大家喜欢在你面前 这个一直自自点点 什么事情他都要管 什么事情他都认为自己很行 所以这个英文大师也不想跟他说话 答这话去也 实际上我们 佛门很重视的 就是个性或是性格的 一个 陶养 如果你的性格 或是你的个性 修为 很多年都没有改变 这代表你没有进步 我们过去也曾经引用过 这个 汇率法师 这个很有名的汇率法师 他就 常常提醒门生弟子 你个性不改 就不可能明心见性 或者是说 要明心见性 先改你的个性 所以各位 来到修行团体 你这个个性真的有时候要自我控制一下 你太有个性 就别谈明心见性 为什么呢 个性 各位看个性里头有一个字叫个 就是我质很重 我们修道人都修道无我 广大无边的心境 像海一样的宽阔 可是呢 你却我质这么重 个性这么强 所以这里头就断定你再轮回到 所以这个地方啊 这个 但是有的时候 人的个性很强的时候 像这位这个公案里头的这位大和尚啊 可能对自己很有自信 所以你也不好说他 说他他可能也不高兴 所以干脆就不谈了 好 我们啊 既然刚刚 这个云门山大爵士发生刚刚那样子的问题 我们就来谈一谈道场的团体生活 我栽入了几点 生团的共住共修法骨山的圣言法师 他的一篇文章 当然我们天界之洲啊 这个不鼓励大家出家 可是我们一样会有共修的生活 道场嘛 一定会有团体生活 所以这个 他里头很多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都知道法骨山是这个 非常权威的一个佛门团体 他年出序的壮中啊 通常这个总统啊 或行政院长都会去参与 他可以说是在我们佛门 非常有 这个被尊敬的一个团体 那当然 我们看他这么被尊重 还有他有这么多良好的建筑物 这么多的信徒 其实我们应该看看 他内部的管理政策是怎么管理的 而不是只有这个 看到他外面这个非常好的建筑 或者是非常多的信徒 人家是怎么样在过团体生活的 其实我们过团体生活啊 有时候难免很多的冲突 这会导致道场的不安宁啊 我们看看人家怎么处理 往下 共修比自修好 首先圣言师父就提到 大家应该踊跃参加共修 这个不应该远离道场 这个是首先他提出来这一点 所以说你到法骨山去 他们一样是这么鼓励你的 共修比自修还要好 好 再往下 其实他这段谈话是 1989年3月25号 其实共修要比个人自修来得好 住在僧团 虽然会哀骂哀管来画起来 哀骂哀管 各位 佛门自古来就有成立这个道场 或修行团体各地的禅院 甚至居士会等等的 我们目的就是 发现共修比自修好 住在僧团 或者是你来道场 难免会哀骂哀管 不过这四个字就是很多众生 很受不了的 我干嘛要去给道场管 我干嘛要去被人家骂 就很受不了 可是各位来看 法骨山的强盛 就在于 他们团体就是会骂 就是会管 我看过 圣言法师不少的 这个作品 我们看到的圣言法师 都是慈眉善目的 他很轻瘦的一个身材 可是私底下 很多靠近他的门生弟子 就知道 圣言法师很严厉的 很会 很会骂人的 在他身边没那么好过的 所以各位 他公开的谈话也是 就是挨骂挨管 可是很多人就不喜欢 当然不喜欢 这也是你的自由 我们就尊重你 那你就少一点共修 就自己去自修了 好 再往下 无形中 却能让个人的人脚毛病 越来越少 好 这四个字也画起来 人脚毛病 越来越少 处事方法也自然 见趋圆容 来道场就是会被骂 会被管 可是他的目的就是要 拿掉你的人脚毛病 我们刚刚才提到 这个 你的个性都改不了的话 真的就没有办法 挣阿罗汉了 问他我质太重 所以共修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的人脚和毛病 把你磨掉 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脱离六道轮回 你不管今生 还是来世某一个 一千年后 还是一万年后 你还是要经历 同样的课程 你要挨骂挨管 还有把你的人脚和毛病 都给他磨掉 你只要想脱离轮回到 到解脱的天上去 你就一定得经过这个程序 这是你跑不掉的一个程序 以及来世千年万年后 你再走这个程序 不如你今天已经 执欲佛法 有一个好的道场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设法 让自己的人脚和毛病 把它磨掉 好 再往下 单独一人住 毛棚无人切磋 容易松散 懈怠 就各位来看 所以圣言法师 非常不同意 你自修的 他非常不同意 为什么呢 没人切磋 容易松散 懈怠 自己很容易放过自己 对不对 自己绝对不会为难自己的 好 再往下 因为由于缺少与人互动 性格中的人脚也不容易去除 人脚去不掉就麻烦了 你要脱离六道轮回 就一定把你的个性给它修掉 人脚给它去掉 好 再往下 我们看圣经对参 这不只是佛门的看法 圣经也有一样的看法 再往下 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真元书十八章第一节 与众寡合把它画起来 就是这个人很难相处 与众寡合很难相处 归毛 所以他只能够独自寻求心愿 所以他后面会有一个后果 恼恨一切的真智慧 这种很难相处的 很自我的 最后各位他都会失去智慧 他自己不知道 简单来讲 就是有点孤僻毛病的人 你要小心 你最后会失去智慧 你自己在那边搞 你就是过不了你自己那一关 过不了你自己那个性格和毛病 所以各位 后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你会缺少真智慧 其实你已经很愚笨了 你自己不知道 因为你一直很怕人家骂 很怕人家管 所以你就一直躲躲躲 躲到最后圣经告诉你 你会恼恨一切的真智慧 人家真的是跟你讲的是很智慧的言语 你也听不下去 很可怕 各位这个后果很可怕 所以真的不能与众寡和 不能太孤僻 不能太自负 这个很伤脑筋 你自以为很聪明 可是圣经告诉你 你恼恨一切的真智慧 你活在自己的小聪明里头 往下 还有真言书十八章十三节有提到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很多人在团体生活中 都在强话题 强话语权 我经常看到 各路英雄豪杰 在那边抢话题 抢话语权 你才开口讲了两三句 后面七句八句 都他帮你讲完了 你说这个我知道 我跟你讲应该怎么做 他就把你话题切断了 各位这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换句话讲 这件事情 未曾听完先回答 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 其实大家相处在一起 你要给对方说话的空间 你不要一直打断别人的话题 你给人家说话的机会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讲 一开口讲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也不停一下 人家还没讲完 你就把它切断 你这个我知道 我跟你讲应该怎么做 老师我跟你讲应该怎么做 我在讲另外一个话题 又讲了两三句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讲应该怎么做 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人 各位这个就是团体生活的一个败笔 大家能不能耐心的当一个听众 说话 你要说话 你给别人说话的机会 你自己也许可以心中做一个估量 我讲话时间占一半 你要给对方一半的机会 有时候你听完对方讲的 有时候你才会突然间明白 我误会你了 你可以说我误会你了 你不给人家讲完吗 这个大家在相处上面 尤其越有才华的人 越有这个毛病 越有能力的人 越有这个毛病 抢话 抢话语权 其实我们这边又不是在辩论会场 为什么那么 那么抢话语权 往下 你看看 太多社会知名人士都犯这个毛病 人际关系大师说 永远做个好听众 到哪都无往不利 各位再看一次 人际关系大师 这是上周的三月周刊的一篇文章 永远做个好听众 到哪儿都无往不利 你为什么那么不惹人喜欢 你话太多了 而且你不给人家讲话 一直在抢话题 所以人家就不喜欢在找你 找你来 他就只能够当一个乖乖的听众 他就讲话的权力都快没有了 好 再往下 有效沟通从聆听开始 成功聆听者的六大秘诀 各位 有效的沟通从聆听开始 这是远见杂志的一篇文章 远见杂志 聆听把它圈起来 各位 各位 在团体生活 多听听别人的声音 不要一直都是自己的声音 这代表你的我值很重 过于自负 好 再往下 天下杂志也有 有效沟通的四大秘诀 从聆听开始 你为什么跟人无法好好沟通 你可能从来不给对方好好说话的机会 或者是人家说话 你也不耐烦了 不想听 一直在表达你那一套 所以郁门大师就不跟那个大和尚讲话了 因为 你一直讲 你只要我一直听 你只要别人当你的听众而已 你自己都不肯听人家讲 这是一个大毛病 各位 团体生活中 你给人家讲话的权利 给人家讲话的机会 不要话多 由你来讲 多嘴啊 这边很多嘴啊 很多话 哎呀 说起来很吵啊 吵死人的 人家不好意思讲 人家就夺你了 你知道吧 所以讲话要适可而止 当一个聆听者 今天自己 可以设定嘛 今天又不是你的演讲时间 你讲话讲五分钟之后 就赶快自己闭嘴 给别人讲话的空间 好 再往下 好 这个是 这个 法古三的第二件 我引用的第二个 重视戒纳理 不可用释法 处理生团释 各位来看戒纳 好 我们往下 这是圣言师傅在1989年8月10号的谈话 在生团中要尊重戒纳的伦理 戒纳把它画起来 就是你出家多少年 也就是法古三很重视学长制 你从四面八方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 人才汇集在道场 大家都急着抢话语权 各位是个各路精英嘛 都很有管理的经验 很有人生的体验 可是在法古三 谁的话语权最高 各位看戒纳 这是学长制 你领法号 你领道号的时间 比别人多几年 那大家应该尊重它 这是法古三的规矩 否则大家挟持其各行各业的专业 人生的经验 每个都在那边讲话 每个都要压着对方听你的 这个道场不就乱了吗 365行 行行出状元 一大堆的人才汇集在道场 道场得抓一个话语权 谁优先 戒纳 看戒纳 其实以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校园的瓶颈 就跟很重视学长制 学姐制有关系 大一新生的时候 大二的学长学姐一出面 我们就乖了 大三出面我们更乖 大四出面 我们头都不敢抬起来了 学长制非常的重要 为大家强化语权嘛 然后就开始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听我讲 法谷山告诉你一件事 四面八方 365行的人才汇集在道场 请你要尊重戒纳 尊重学长学姐的意见 他用的是尊重这两个字 不是要你服从 也就是说 如果你都这么 果子这么重 在道场都要挟持 你在各行各业 365行的专业能力来这边 强化语权 这个道场一定会混乱 法谷山为什么会强盛 各位 圣言法师定了一个标准 大家吵吵闹闹的时候 大学长出来说话 就请安静下来 更别谈创办法谷山的 圣言法师 他一说话 大家就静下来 四面八方 365行 各门的顶尖人才 来到道场都以借纳 为第一优先 各位不就次序就来了吗 否则道场怎么定次序 大家各选神通 还有第二堂又提到 僧团的事 要以佛教的律法为准则 再往下 由僧团秉公 以律律法来处理 不可引用熟人 来以事法处理绅士 各位来看 不可引用熟人 来以事法处理绅士 四面八方的人才来到道场 你不要把你四面八方 你在企业界 在各种党政军警特 或者是各种的社团 各种的什么 带进来道场 要道场贴你那一套 那是不对的 各位看法国山那么强盛 因为它里头有 很严格的这个规矩 僧团自己来解决 你不要引用熟人 来以事法处理绅士 我们尊重365行的杰出人才 我们也钦佩365行的杰出成就 可是在道场 就要用佛法来解决问题 你不要用世间法来取代的佛法 佛门的清规 佛门的律 佛门的戒 放在最高层次 各位这样子看懂了吧 为什么人家会强盛 为什么人家会强盛 大家到场吵吵闹闹的时候 我们再看上一段 戒辣把它画起来 大学长讲话了 大学姐讲话了 OK 大家就尊重他一下 另外一个 以佛教的律法 第三行把它画起来 以佛教的律法为准则 不要把世间法 工商企业 不管是上市上柜 国内国外的大企业 官方警方 什么军方 教育界 或者是各社团 大的什么 什么团体 那一套 我们都尊重你的 专业 也钦佩 你们的成就 可是不是 到场 处理事情的原则 各位来看 所以圣言师父 他把法古山 定下这两个规矩 有增值的时候 戒辣高的 讲了算 大家 Shut up 然后 不要一直 东爬西爬 找一大堆什么 来辩论 就以佛教的律法为基准 那就定了 这就平静下来了吧 我觉得 法古山这个做法很好 这是我们到场 都可以应用的 再往下 我们看圣经对禅 圣经也有类似的看法 往下 哥林多前书 六章四到五节 既是这样 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 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教会有这个问题 有些人刚刚来教会没多久 陈心陈味都还很重 他就开始要来审判教会的事了 甚至还没进教会 好 再往下 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 把羞耻这两字画起来 保罗生气了 难道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够审断弟兄的事吗 还要用教会外面的标准来搞 保罗非常生气 难道教会的事 教会无法解决吗 你用一大堆世间法来干什么 你看保罗说 我叫你们羞耻 刚刚看法谷山圣言师父的看法 再看保罗的看法 其实修行团体 有净化人心的责任 有端正社会风气的责任 我们怎么反而被社会风气所引导呢 这不对的 我们是要端正社会风气的 我们是要净化人心的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审断弟兄的事吗 难道我们圣经的规则 规矩写得不够明白吗 你们搞到 叫外面的人来 用外面的方法来处理教会的事呢 这是叫你们羞耻 也就是说 不管圣言师父还是保罗 他都精准地抓到一个问题 修行团体 道场是要来净化人心的 净化社会风气的 你怎么反而被社会风气引导呢 那你这个道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 社会不管怎么红尘化 我们道场坚持干干净净 不管社会怎么纷乱 道场一定要有次序 所以保罗很生气 这是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够审断弟兄的事吗 好 我们再往下 好 这个是圣言师父我引用的第三个点 发言权必须加以限制 否则道场会乱 发言权必须加以限制 往下 好 这是他1989年8月10号的谈话 生团中的发言权 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格限制 各位来看 你不是可以乱发言的 在发古山 你不可以乱发言的 再往下 出出家的人对于戒律 以及生团的规则 生活尚在适应阶段 并不能了解实际的状况 其实新人都是这样子 好 再往下 所以一律 沙米或沙米尼 这是小和尚 小尼姑 在开会时 没有发言权 也没有投票权 这是对这些小孩子了 好 各位来看 画一下 没有发言权 也没有投票权 看起来发古山很不民族 是不是 其实这是佛门的主制 佛门的主制 没有发言权 也没有投票权 否则道场要乱了 连这些小朋友 十几岁的小朋友 整天一大堆意见 道场不乱才奇怪 你不知道他的意思 他去跟他爸爸妈妈告状 说跟师父讲都没有用 师父都不听我的 当然不听 你小孩子讲的内容 根本就不太对劲 当然不听你的 当然跟师父讲都没有用 其实连沙米尼 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再往下 甚至于 这是圣言法师定的规矩 大界后五下之内的比丘 比丘尼 如不知律 各位受大界是正式出家的 都成年人 五下之内 还不满五年的 比丘比丘尼 如不知律 就对于佛门的这些绿绿典章 法古山的内规 你不太清楚的话 五下都到五年 大比丘大比丘尼 你再往下看 谁有投票权 但也没有资格参与讨论戒律的问题 没有资格 各位来看 没有资格把它画起来 五年了你都还没有资格参与讨论 五年了你还没有资格 谁有投票权 但也没有资格参与讨论戒律的问题 换句话讲 请你维持沉默 在沉默中学习 圣言师父这些做法 都是在安定道场人心 好 再往下 十下以上的资律之法的比丘 各位他最后才是 这是他的看法 十下把它画起来 十年了嘛 才具有资格参与投票发表意见 各位看清楚 十下以上资律之法 资律之法这四个字也画起来 的比丘才具有资格参与投票发表意见 十年 十年之前 请你保持安静 静静地学习 不要说话 而且时下还必须资律之法 换句话讲 也许就找几个 名资很深的大和尚 组成一个口试委员会 然后比丘 比丘你想要有发言权的 进来口试 也许口试 二十分钟之后 委员会认为你 资律之法 有发言权 所以你的发言权 要经过考核的 你不是可以随便讲话的 各位看到法谷山 庞大的建筑物 这么多的信徒 你不要羡慕他的外表 你看看人家的内在 多有规矩 当然我们 听这支周也不必做到这样子 我们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可是大家请从正面 去评论事情 不要老是从 很坏的角度去说人家 就好像总部干不出一件 正常的事情一样 好像道场就没有几件事 做得对一样 为什么老是从负面去评论 你看人家法谷山 时下而且要资律之法 才有资格发表意见 其他的时候你都不要讲话 你乖乖地在那边 做定课 做共修 谁重学习就好了 各位看人家的制度 再往下 还有1995年 7月24号的谈话 常住的环境 若不理想 可经由正常管道 向主掌反应 虽然它限制你发言 可是如果说 你觉得有什么不理想 环境不理想 你可以向主掌反应 各位来看正常管道 把它画起来 向主掌反应 不是到背后去批评论断 各位看清楚 是正常管道向主掌反应 不是到背后去批评论断 趁别人不在的时候 再说别人坏话 不是这样子的 那不可以的 正常管道向主掌反应 再往下 请其在执事会议 会议把它画起来 时提出反应 以便加以改善 正常管道 而且在会议时提出来 华谷山的规矩是这样子 不是你在背后 一直说人家的坏话 开会的时候就不说话了 开会的时候 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都没意见 开会结束以后 就开始在背后说人家坏话 这个就不是一个道人的态度 你看法谷山 讲得非常的明白 好 再往下 不过 若建议为或采纳 或考虑 请稍安勿造 当然会议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意见 请稍安勿造 再往下 或许此时因缘尚未成熟 不妨尽心等待 同时设法促成因缘 稍后再重提建议 他叫你稍后 也许一年后两年后 你再提一次 那再送到执事会议去讨论 好 再往下 或者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或做法 把它画起来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和做法 团体大众未必需要采用 团体大众未必需要采用你的建议 各位有没有看到 圣言师父是很严格的一个大师傅 会议上没有通过 那也很正常 各位在职场上待过 有经验就知道哪里说你的提案一定会被采纳的 这本来就很正常的 其实大家有职场的经验 可能在道场上也会比较知道怎么做事 我们在职场上会议有了提案 被打枪被退回的 习以为常 那么多部门主管 怎么会你的意见就一定得采纳呢 你看这边圣言师父说得很清楚 意见没被采纳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或做法 团体大众未必需要采用你的建议 这个开会嘛 表决嘛 好 再往下 好 我们来看 寄与对参 好 这是唐百丈淮海 我们用百丈淮海 这是这个百丈清规 是我们佛门很重要的清规之一 这百丈淮海 我们看他这么重视规矩的人 他怎么讲 是非以不变为解脱 其实你想解脱的话 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那边跟人家辩论 不要去那边一直让你搞事搞非的 搞事搞非的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你看 自定百丈清规的百丈淮海 他也是提到 在团体中 你不要一直去说人家的是非 老实讲 说别人的是非不重要 你自己能够证悟 能够得阿罗汉果 那比较重要 一直去说别人干什么 你把这种时光岁月 拿来做更大的事 就是最后两个字把它画起来 解脱 各位 我们都知道 我们残门的规矩是三十年 民情建训 三十年 说起来很长 可是从 有些建修派要多生累劫 才能够解脱来看 禅宗的三十年已经是很短的 各位真的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在那边搞事搞非了 你会伤害你自己 因为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每天都在倒数计时 所以你应该重点放在解脱 各位来看 重点不是看在前两个字是非 你的人生重点应该放在解脱 真的各位 修行者 人生最重要的是 你要赶快脱离六道轮回 不是一直在那边讲人家的是非 你实在浪费时间 还有学问以勤学为入门 各位 来到场要勤学 这两个字画起来 修行不能懒惰 不能懒惰 不能懒惰 你这个一辈子也无法达到阿罗汉的程度 言语以减少为直截 减少这两字把它画起来 在团体生活中 不要这么多嘴 而且说话要直截了当 不要绕圈圈 很多人很用 在社会上待久以后 说话很会绕来绕去 问A他就答B 然后问B他就答C 他自己还以为很聪明 可是跟他相处的人都快受不了了 所以说直截这两字也把它画起来 我们大家相处在一起 我们真的说话要 各位我们修行者说话就是 直接了当 是就说是 比如说我问你 你下午去买车票了吗 有买你就跟我说有 没买你就跟我说没有 下午我有出过门了 你回答的是什么 我问你你下午去买车票了吗 他说下午已经出去过了 你回答的是什么 我就在问他 你到底有没有买车票 下午就出去过了 难道还问第三次吗 你到底有没有买车票 没买了 通常会绕圈圈的就是 有心虚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人生体验 在佛门 在道场说话 直接了当 不要打迷糊仗 装傻 讲话扯东扯西的 其实大家相处久了 就会知道你的毛病 伪装不来的 所以言语减少 而且说话要直截了当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要用烟雾蛋 用装蒜的 这个不是办法 还有烦恼以忍辱为菩提 这个我们刚才谈到 圣言法师也提到 你的意见如果没有被会议 知识会议采纳 那也不要生气 这也许就是你个人的意见 团体未必要照着 你个人意见来走 你何必这么生气 其实 我们很多的烦恼 就是你缺少忍辱的心 忍辱 我们这个已经是老话题了 万法得成于忍 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说我们在脱离六道轮回的 修行的路上 你一定要用忍功 为不服我们心意的事情 真的会很多 这个真的要练习 我修行几十年 我现在还要练习 很多事情不如我的意 这很正常 因为这世界很多的事 就不是由我来主管 当然很多的事不如我的意 天灾人祸也都不如我们的意 所以你要忍辱 你不要什么事情不如你的意 就发飙 各位发飙一次 损失一个朋友 真的 好 再往下 为什么真正厉害的人 都擅长把事情简单化 就是我们在补充刚刚说的 言语啊 说话要减少 而且要直截 你不要讲一大堆东西 你要设法把事情简单化 为什么真正厉害的人 都擅长把事情简单化 因为你讲太多 人家会烦嘛 而且人家会抓不到 你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说话大家都要练习 说话都要练习 尤其啊 我们也有讲过无数次 大家说话 要诚实 不打妄语 今天 看到百丈淮海所说的 说话要直接撩荡 干净利落 不要在那边放厌恶蛋 没有意义 这个对你来讲 各位 你在企业界都知道 事情要把它简单化 不要搞得 大家都搞不懂在说什么 好 再往下 好 我们把银门公案22结束了 我们再看银门公案23 好 问 施主设斋 将何报答 这个就说 这个银门文远 和他的门生弟子们 被人家请客 施主设斋 哎呀 他们就去吃 这门生弟子问师父 很不好意思 你看他们斋饭做得这么好 哎呀 怎么报答他 银门文远就回答 量财补职 就根据他的人才 好像任用 这个好像职场上常讲的 量财补职 这个门生弟子就会有疑问 我们云门山大爵士 有多少职务 可以给这些施主 量财补职 他们也不可能来帮我们 调水 不可能来帮我们种地 这个所以往下 所以这个门生弟子就说 我不懂 银门文远就说 那不懂那就吃饭 这个谈到 供养僧人的问题 供养僧人的问题 很多佛门弟子很喜欢 栽生 很喜欢 因为据佛典记载 很有功德 我们往下看 公案说明 佛言 这个是佛说 布施经理头所说的 佛言 大王若以上庙饮食 供养三宝 得五种利益 因为 这个 这个今天的问题是 栽生 供养三宝 得五种利益 往下 身相端言 气力 增胜 寿命延长 快乐 安稳 成就 变财 这是佛说 布施经理头所说的 供养佛法身 三宝 的功德 那里头就包含了 僧 僧人 所以你供养僧人 会有这五种祝福 身相庄严 气力 增胜 寿命延长 快乐 安稳 成就 变财 好 再往下 如是 南散步洲 这是我们这个地球 一切众生 父母 妻子 男女眷属 好 再往下 如上不思 谁愿所求 无不圆满 尤其最后八个字 把它画起来 谁愿所求 无不圆满 刚刚云门文言是说 量财补值 那这个门生地址就不懂 我们只有一个大爵士 这个财产 我们有那么多职务 任用这么多的 这些大善居士 量财补值 我们佛事也没有 那么多职务 所以他们就不懂 各位 这个补值就是 这边具体来讲 这谁愿所求 无不圆满 我们再往上看一下 好 量财补值 把它画起来 这四个字 云门文言这么说 是非常深奥的 各位你要了解 值这个字 再把它特别圈起来 值是一种 职位 也是代表你 人生的地位 职位 包含了 人生的地位 你设斋的 功德利益 你在你未来世 以至于今世 你的人生的地位 会稳定 会稳定 量财补值 各位 地球上面很多事 是你钱办不到的 你再有钱 你办不到的事情很多 你买不到亲情 买不到爱情 买不到健康 也破不了 无偿 对不对 你很有钱的人 他罹患重大疾病 钱根本救不了他 甚至他的 另一半 他的孩子都离他而去 有钱 人家也不稀罕你 真的世界上 很多的东西 不是钱能够解决的 所以 他们厉害的地方 就是去栽生 其实就是 行善布施的一部分 然后最高成天 回应他的 就是你钱办不到的事 很特别的 你把钱去行善布施 因为你钱做不到 行善布施之后 苍天在回应你的时候 正好帮你解决 补值 有没有看到 补值 你人生上面 人生旅程上面 你的缺憾 也许你想要求子 就得子 求人缘 就得人缘 这些都是你钱买不到的 各位 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有钱也买不到 你有钱 我就是不想理你 我就是想跟穷人在一起 尤其我喜欢丐帮 我才不管你 人家还会说 你那几个臭钱 谁稀罕你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你真的没有办法运用 这全世界 很多事情你办不到 你买不到对方的真心 你买不到部署的诚意 你买不到 你更买不到你的健康 还有你儿孙的健康和平安 你买不到 唯独你把钱 去做栽生 布施 行善 祭事 常常在回应你的时候 各位这四个字太重要了 他不是只给你钱而已 你不是存 布施一万块 他还你一万块 不是会还你一万多 圣利洗衣不是哦 他是用 你没有办法用钱 买得到的那些东西 他给你 你很多危险的那一关 大限的那一关 你就跨过去了 有的是被 鬼纠缠不休 不肯走 有的是被冤亲债主纠缠 他不肯走 你钱一点用都没有 可是你去行善祭事 昌天会帮你做这个 各位来看 量财补职财 也看你做得多少 帮你补你人生的缺憾 各位你人生缺憾很多 有人可能想要长得 更好看一点 有人想要追求身材更好一点 对不对 有人也希望 他的人缺憾好一点 有的也希望 我生的儿孙 不要给我闯祸 这些都不是用钱买得到的 人会不会变坏 不是有钱人就不会变坏 所以各位 我们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要强烈的建议大家 用行善祭事 把钱存在天上 天上回馈你的就是 量财补职 这是个字 职代表一种地位位置 你哪边缺他把你补哪边 当然还有一个负面的力量 就是你自己干过的坏事 就是业障 这个就是在拼 你的行善祭事 就是善的业 和做坏事 恶的业哪个大 好 我们再往下 好 圣经有同样的看法 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不要为自己 击转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再往下 只要击转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嗅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我以前读圣经就读不太明白 虫子咬 这些金子银子虫子咬的洞 不能嗅坏 金银要嗅坏很难 铜壁有可能 这个有时候我就看不太懂 不过基本上 就是存在天上比较好 后来我才知道 什么是虫子咬 如果你股市大崩盘的时候 你一天跌掉市值 一兆都有可能 你知道吗 跌到你都不认识自己了 突然间一个战乱 你的房地产根本没有用 你不要以为没有虫子咬 后来我才知道什么是虫子咬 什么是锈坏 通货膨胀也是 通货膨胀以后 你的钱不就缩水了吗 金融海啸 国际战争 甚至于直接在你身边 你的国土发生大战 你这些财宝土地 可能都没了 所以在地上 你真的能够拿到你的财宝吗 好也许 没有说的那些股市崩盘 房地产出问题 假设都没有 你也是回到刚刚的问题 钱财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吗 很多问题不是钱财能够解决的 很多人到老 希望用钱买一个老伴 能够正心地跟他相处 可是用钱买来的老伴 我们看都不正心 他只希望你赶快死 有的人喜欢嫁给老一点的 金钱买不到真心 唯独你行善即逝 苍天在回馈你的时候 就没有虫子咬 不会锈坏 也没有贼窝窝窿来投 国际情势的变化 会让你的财富巨大的缩水 缩水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 二战期间的金融风暴 很多人到帝国大厦 准备排队跳楼去死 这个据说是真的 帝国大厦很多人排队 要跳楼去死 因为大崩盘 没救了 还有你大片的土地防部 因为战乱都没了 所以说我们击转在天上 这是最好的抉择 再往下 天国银行利率超高 我跟大家讲 我揭露一个秘密 天国银行的利率 到底是多少 10%还是20%还是30% 我们有些依据的往下 启示录18章第6节有提到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的报应他 画起来加倍 基本上这个利息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百 没有一个利息比这个更高的 而且他说加倍 加几倍他没有讲 其实云门文言就悟透了 他叫量财补值 量财 看你 善功到什么程度 各位 启示录有一个奥秘 你看得懂就会知道 存在天国的利率是百分之百 比如我们这边的年利率 1% 2% 5% 8% 有人追求11% 12%就很高兴了 我告诉大家 天国的利率叫加倍 当然你做坏事也是加倍 那你怎么样对人 昌天就怎么对你 这个启示录这段写的实在是 奥秘中的奥秘 你怎么样待人就怎么样对你 而且是加倍的报应他 其实我在我修行的过程中 我就一直发现 行善济世的回应很可怕 我一直抓不到那个倍数 这是怎么算的 后来我在启示录找到一个答案 加倍 加倍 百分之百 而且这里头可能还不止加一倍 但基本上它的利率是百分百 好 再往下 用他调酒的杯 加倍的调给他喝 这还是在启示录 各位也是加倍把它画起来 圣经有时候用密码形态写成 你必须去解码 解出他的真实的意涵 用他调酒的杯 加倍的调给他喝 所以假设你身里有财产一百亿 你是大富人家 你希望下辈子能够过得很好 因为你不想修行 也没有能力修行 下辈子过得很好 你可以把你一百亿捐给慈善团体 而且是真的有需要的慈善团体 你下辈子是两百亿 两百亿 可是各位我提醒你 你在往生前 你把你的财产都设定好 遗产 这个给A 这个给B C D 通常都写好了 那就没了 你下辈子 来到你一道阴间 你就没了 因为你已经指定了 都指定了 所以你的财产归零 你到阴间大审判的时候 不要说你有多少财产 你都已经遗嘱指定过了 你遗嘱都指定好了 阎王也说 你不是指定好了吗 这个给A 那个给B 然后不动产 这个是给C 然后现金是给D 然后美金是给F 你不是弄好了吗 所以你当然没有了 没有了 零了 所以各位 你在分配遗产的时候 请你分配20%给你自己 因为你到阴间 到下一次你还得用 各位你要为你的阴间之路 和下一次六道轮回之路铺路 所以你在做 遗产分配的时候 你可以80%给你最亲爱的家人 20%请你记得捐给 真正的有需要的慈善团体 因为它的报酬利率 基本上就是加倍 而且我看这个密码形态写的 加几倍 它没有告诉我们标准答案 我在修行的路上 我一直感受到寻善济世的 返还的倍数超高 我一直在抓这个答案 它至少有一个文字的依据 各位看荧幕上 加倍 所以你在做遗产分配的时候 各位我不是在阻止你做遗产 你一样做遗产分配 你们留给自己20%或10% 看你要留多少 因为你到阴间之路 你还用得到 我跟你讲真的 还有你还有来世 因为你修行不好 你脾气很大嘛 对不对 当你脾气很大 你就知道你一定有来世 你一定会在轮回到 重来以后 你轮回变成一只猫 各位 昌天 你的钱 它不会用钱的 一定用钱的形态给你 它会用量财补值的方式 你这只猫 你希望遇到什么事 昌天会眷顾你 你会遇到一个好主人养你 这个主人对你很好 还请了很好的兽医 为你花了不少钱 其实这些钱都是你的福报 我也不是阻止你们 爱你们的儿孙 可是你要为你自己考虑一下 因为你还有未来 尤其你脾气那么坏 又那么懒惰修行 我给你打包票 给你一个保证书 下一辈子一定是轮回到 轮回到 就请你为自己 击转一些钱财在天上 昌天会用百分之百的倍率 还给你的 好 再往下 撒加地亚书也有提到 九章十二节 你们被求而有指望的人 都要转回保障 其实我们在人间 就像个人间炼疫一样 我们被求 你想要有指望转回保障 有指望转回保障 我今日跟你说明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 把它画起来 加倍 你不要在人间自己找保障 你转回来 要他转回 伊和华这边来 你不要在人间自己找保障 人间当然也有很好的保障 我觉得人间的这个保险制度 是很好的 也很鼓励大家有必要买保险 有必要 但是更大的保障 在天上 你看 伊和华已经跟大先知说了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伊和华说的 我骗你 我们天国银行的利率很够意思 而且我们提到的 最主要的是 你很多事情用钱买不到 当你老了 你需要健康 你希望好死 对不对 难道你希望痛苦而死 甚至你希望 你的爸爸妈妈好死 希望你走以后 你的儿孙活得好好的 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 健康买不到 我跟你讲真的 很多医学的极限 你希望你爱的人都很平安吗 我跟你讲 把它交给昌天 你积转钱财在天上 我今日说明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没关系 那这边 我们听谁去 这个人都很平安 我们今天聊到这边 院子 在一边